视频所示示猪链喷泉的反重力现象 为何猪链会反重力运动呢? 如图所示 蓝色线条代表悬挂在滑轮上的猪链 猪链两端悬空 由于重力 猪链会给滑轮一个向下的作用力 而且H越大 这个向下的作用力也越大 假设猪链左端沿红箭头的方向越来越快的向下坠落 因为猪链左端的向下运动 要改变为猪链右端的向上运动 就必须有力的作用 猪链的速度越大 需要的这个力也越大 由于这个力是由猪链的重力来提供的 而猪链的重力又是有限的 所以 总有一个时刻 猪链的重力不够了 这样 猪链就会上升 所谓的喷泉现象也就产生了 如果猪链落差增大或降低 猪链的速度也就相应的增大或降低 因而改变速度方向所需的力 也就需要增加或降低 所以猪链身高或降低 以增加或降低改变速度方向的作用力 其下落端栓有重物的绳子 也会产生喷泉现象 所以不是只有猪链 才会产生喷泉现象的 当我们从平面上拉起绳子或猪链时 绳子或猪链是否会对平面有向下的推力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弯曲的绳子或猪链要延曲线运动就需要想心力 如果没有想心力 绳子或猪链的曲率就会减小 这样绳子或猪链就会对平面产生推力 不过 喷泉的产生主要不是靠这种推力 这是两端降空的猪链产生的喷泉现象 注意 猪链离开支撑物时 其形状却大体未变 其实 机翼生命也是空气喷泉的结果 因为机翼上部的空气要由向右上的运动 便为向右下的运动就必须有向下的力的作用 这样机翼上部的空气对机翼的压力就会减轻 同样 机翼下部的空气由向右上运动 便为向右下的运动也必须有向下的力的作用 这样机翼下部的空气对机翼的压力就会升高 这两个力综合作用也就导致了生力的产生 总结 改变速度的方向需要力 力不够大猪链或绳子就会上升 如果改变方向的力大小合适 那么猪链或绳子就不会上升也不会下降 这就是竹链喷泉或绳子喷泉的本质 好 大小 things 好 好 好 ple 二